怎樣? 這裡是不是很Romantic呢? 今天我去了我的好朋友Michael的家 大家打茶位 大家不要誤會 打茶位不是上海的記者打茶位去召妓 我們打茶位真的是喝茶的 今天因為來Michael的家拜訪他 所以我特地做了一道豉油王炒麵 可能大家都想知道怎樣做的 那我就已經拍了片的了 不要說那麼多了 不如去片看看怎麼做 主於豉油王炒麵最重要就是要有漂亮的麵 所以我同樣都是在麵店買一些漂亮的全蛋麵 另外一個最特別也都很重要的步驟 就是將這些全蛋麵用滾水錄一錄它 錄到它鬆散了之後 立刻就拿它出來 就千萬不要過冷河 讓它自然冷回 炒這個豉油王炒麵 離不開的就一定是自己調教了的甜豉油 九黃 蔥段 洋蔥絲 芽菜 還有蛋皮再切絲的蛋絲 當然了 最重要的就是全蛋麵 全蛋麵就是錄完之後 我們用滾水錄完之後就不要過冷河 然後就在這裡攤冷它 攤冷期間再加一點油下去 就拌在麵上 令它鬆散 不會黏一塊塊 現在就把洋蔥絲稍微炒 就不需要炒到它好熟 因為一陣子還會拌在炒麵裡再炒 然後就燒紅的椒粉 下了些油 好了 接著就把全蛋麵倒下去炒了 好了 倒下去炒的時候就不要這麼快去炒它 讓它稍微在煎鍋裡煎一下 讓它有一點微黃 有一點香味 用筷子就好一點的 就好過用木鏟 所以用筷子來炒 大家都見到那些麵有一點微黃的 就會香厚一點的 同樣的 同樣的 同意我都說 因為我一隻手拿機 一隻手就炒東西 這樣就是麻煩一點的 所以一陣子我就會停下機 就自己再稍微炒一下它 在這個時候我們就把醬油加下去了 就逐一點逐一點加下去 不過呢 特別的地方就要在鑊邊加下去 為什麼呢 就要等它醬油在鑊邊的時候 可以有一點香味 好 接著就不停地翻炒了 再拌一下它了 醬油黃炒麵最重要是炒到它 有一點焦黃焦香那種味 如果沒有焦香的味道 醬油黃炒麵是不好吃的 大家現在看到了 醬油黃炒麵已經是炒得差不多了 現在就把芽菜倒下去了 同樣拌勻它 接著就再把洋蔥絲倒下去 再把洋蔥絲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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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拌一拌它 這樣就完成了 好了 那這一味呢 醬油黃炒麵已經完成了 大家看到它就很乾身 而且不是很油膩的 大家不妨自己試在家裡 根據我的做法 去炒一碟醬油黃炒麵 我這裡炒了的大概是五個人份量 加一加賣賣都不用三元